作词 李宗盛 其实这些天我也一直觉得不甘心 刚好去天宫 也能去弄个明白 就算我跟她是天差地别 但我从小在她身边长大 我们亲近得不得了 也不该是现在这般 我既然是放不下她 那我就应该去争取一下 不论结果是什么 哪怕她高高在上 我 她也总要娶媳妇的吧 对了 贤猪师兄说了 我可能会受伤 不过我不害怕 谢谢你啊 燕爽 我突然舒服多了 多亏你开导我 要不然 我都不知道今夜怎么过了 明日就去天宫 谋得一个好职位 明日山我要 阿静我也要 美好的明天 掌握在我自己手中 晚安啦 云 阿静 阿静 劝好了一个 还得去劝另一个 我知道你喜欢阿静 可我也不想看阿静 一直为古今这么伤心 所以 那本就是阿静藏在心里的答案 我原以为 抢来一个人的心也没那么难 但若这颗心根本就装不下我 强求有何用 我当宁愿一直陪着他 只要能让他开心就好 我去告诉阿姨 我也去天宫 什么 你也要去啊 你是妖族 万一在天宫暴露身份 会有很多麻烦的 你忘了 我现在可是仙界灵狐 大泽山的障眼法还是很强的 更何况 我父王的寂灭伦 当初被天宫收走 我一直想找回他 好 灵阳大会在即 我作为英族公主 本就应该入天宫当职 只不过之前觉得这太无聊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 既然你们都要去 那我们就一起去 正好互相也有个照应 我看天宫 并没有适合你的职位 请回吧 等等 我虽然是灵力低 不过我 吃苦耐劳 近日来天宫参选的 都是先例比我高的仙君 若是让他们去做 一些苦差事 都是有些大财小用啊 不过将这些苦差事 拿于我做 我定能做好 你当真能够吃苦耐劳 做些麻烦 繁琐的事情 苏冰 私兵殿正好缺人手 要为这些兵器洗尘 那你愿意去私兵殿吗 我愿意 来之前我娘就叮嘱 一定得避着私兵殿 进去就完了 你还愣着干嘛 快去吧 等我 我马上就来 私兵殿 下一位是 到我了 私兵殿 私兵殿 夏军 我看你这小家伙 长得倒有几分机灵 不如跟着我去私兵殿就职吧 私兵殿 谁跟你去私兵殿 我要去私兵殿 你送开我 我不去私兵殿 我要去私兵殿 怎么 你是瞧不上我私兵殿吗 你这老头儿怎么动手呢 老头 这个城湖我喜欢 我要去私兵殿 是 小心安音初来天公司职 特来私兵殿报到 只能 мыш兵殿 怎么门都这么难啊 玉凤仙尊 玉凤仙尊哪 放开我 小心我拆了你的私奉店 你要拆了本子的私奉店 那我更得把你看好了 阿九 这 这 燕爽见过玉凤仙尊 玉凤仙尊 这位灵狐是我的好朋友 不知是哪里冒犯了你 我本来和阿姨说好了 去私奉店 这老头非要帮我来这儿 这玩忽 如若再这般任性 我就把你关到笼子里 仙尊 他只是爱嘴上逞强 还望您莫怪 这小家伙身上有骨子傲气 就让他在私奉店 好好地历练 什么时候打得过本尊 我就放你自由 开什么玩笑 你把我绑成这样 怎么跟你打 那本尊何曾捆住过你 莫非 小家伙悟性不错 是个好苗子 小家伙悟性不错 是个好苗子 阿九 有了 不对啊 刚才明明是一阵 强大的仙力朝我袭来 我再试试 晏着 闪开 你小心一点 不然 阿九 你没事吧 怎么会 是个好苗子就是性子太急了 受伤了 剑刀 如今 把银子放出 她的火候 快快点 快完蛋 不要再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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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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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蛮不讲理 我现在跟被灌了金币有什么两样 你猫手猫脚 能不能轻点 给你上药还积极歪歪的 平时不是嚣张得很吗 原来也还怕疼啊 既然怕疼你就识去一点 不要再和御风仙尊做对了 但我搞清楚御风使得什么招数啊 再拿到寄灭轮 我看还有谁能伤我 阿九 有 御风仙尊已经上军巅峰 你不要太心急 心急则乱 乱则必施 寄灭轮的事情 我们需要从长计议 贤族这么多人 也就你稍微强点 你这么道歉 此男爷 你干吗疼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嘛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药 放好啊 我明天再来帮你付 死婴 死婴 好吧 留你在这儿也可以 但是你要答应以后 多给我做点糖豆吃 那你现在可以说 为什么方才一直吹风 不让我禁定了吧 也不是我故意想要吹风的 是因为 为了怪兽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就不让你去 早开呗 早开哪里 早开哪里 早开啊 早开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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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谢谢啊 原来你是丫头啊 不疼啦 丫头啊 想不到你的修为如此了的了 但是你的灵力怎么这么低微啊 这你就别管了 你是来给兵器洗尘的吧 今天啊 要早点休息 养精蓄锐 明天啊 可是要有一场大仗啊 祝你好运 我会抖一下 我会在哪儿 我会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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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出我 你要抖力 我看不出我 就不全都说了 你不过来 这事啊 没有什么 job 绿豆糕 阿茵 是你吗 什么时候来啊 天公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还特意给我带了这些绿豆糕 你是来干吗的 来玩的吗 我不是来玩的 你还不知道 我找到宁云山了 你找到宁云山了 不过现在还没有办法开设冬府 废的是五品仙官才可以申请冬府 所以我就来天公了 那你怎么不早点传信跟师兄说呢 我可以帮你 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的 不用给你添麻烦了 今日我已经入了私兵殿了 我现在是八品仙官 离五品应该也不远了 那还早得很呢 阿茵 你是不是还在怪师兄隐瞒身份的事情 找到宁云山 又来了天公 那么大的事情 都不跟师兄说 我想了想 就像你说的 如果一早就说了的话 我应该会躲着你 怕着你 倒不如像曾经一样自在 而且我想明白了 而且我想明白了 无论你是小神君 又或者是大则善的小仙君 你都是我认识的那个阿静 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真的 阿茵 你能那么小就太好了 所以我们的感情也是真的 我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我最信任的人也是你 我们在禁谷 相依为命 我们一起 在妖界闯荡 在人间历练 我们都没有分开过这么久 我真的很想你 阿姨 我也很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水泥兽年收不长 所以我已经没有时间 再胡思乱想了 我近日来就想告诉你 我决定了 我要让你重新喜欢上我 阿姨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我没有胡说八道 红车大人说了 真神一旦觉醒 情运思念就会越来越少 但是我知道 阿静不会这样 因为我认识的阿静 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不会因为成了真神 就把十三界和我 都抛之脑后的 对不对 而且在人间的时候 你还记得 阿姨 是因为三生十我们才会 你真的吗 真的是因为三生十吗 阿姨 你也不得了 你真是真是 你比我老大 他会让你来到 你更多了 我这也会有点 你多了 你这么多了 我说是 人说有没有 你怎么会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一向你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没得了 你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言吕四失手 原来都是这灵体在搞鬼 不错 懂得静心便是一大进步 行了 本尊吕诺封你为私封殿 六品护卫 可以自由出入 自由安排时间 方便与你那位小友相会 若有急事应召便可 多谢玉峰先尊 不必谢了 与你这个小家伙也算是有缘 不过你的身手 倒是让我想起了 曾经交过手的一位妖狐 当年您与那位妖君交手 用的也是灵体之术 不错 那位妖君 他的法力无边 尤其是他的寂灭轮一出 无仙君可匹敌 只因他不知道我的灵体之术 本尊才侥幸缴了他的神兵 说来也有些惭愧 后来他的神兵因为煞气太重 被永久封存在了天宫密库 离风先尊 先尊 妖狐族红妹惨遭暗杀身亡 什么 凶手找到了吗 暂未 红妹可是妖狐族四大护法之一 那凶手既能悄无声息地将其杀害 也定是法力高超之辈 极不容易探查 究竟是谁 与妖狐族有这般深仇大恨 他们这次算是遭了难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至今没有发现一点线索 红妹的身边甚至没有一丝凌厉地波动 仙妖魔器完全没有 若非对方是半神以上神君 那就是红妹长老对凶手完全没有防备 甚至来不及动用妖力抵挡 这伤口定是经过伪装 究竟是谁 竟如此处心几虑 我狐族驻妖王镇守罗刹地边关 两界边关兵时一直局与不断 他是先祖 早就看我狐族不顺眼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先莫自乱镇角 先妖两界霸占两百年 仙妖没有理由在此刻动手 我向来不主动与仙界为敌 尽力维系两界的体面 但他们却一再紧逼 现在竟还变本加厉暗下毒手 杀我族人 不对 这伤口形状看着很熟 像是在哪儿见过 不像是仙族兵器 倒像是妖族 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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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族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此刻你还在替仙族说话 此刻你还在替仙族说话 你久久不回金流山 是当真想判处妖界 就和那仙族沆瀣一气吗 我不过是在外历练罢了 不过放心 红卫长老的事情 我一定会彻查到底 绝不会让他枉死 至于是家贼还是外敌 终究还是要查个明白 在此事查清楚之前 还请姑姑不要轻举妄动 洪玉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胡族的一员 应该与胡族共同进退 先祖也有我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护我左右 朋友 你年纪轻轻 懂什么是朋友 我去查明武器的真相了 你给我站住 阿若 阿若 你别激动 红卫说得不无道理 先妖两界 关系一向竞争 现在此事没有确认 我们需要小心求证 最近妖族风波不断 从狼族长老被魔物所杀 到红媚遇害 我隐隐感到此事并不简单 三界只怕又要乱了 阿若 阿若 我担心你 你一定要小心地方 与你并肩作战 我又有何惧 你人放 Kor 红媚遇害 骑 Rangers 来了来了 怎么不이라 一声招呼他就走 你是谁 宏若呀 胡说 五王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五王在哪儿 你把他怎么了 你想知道 一定要告诉林森陛下 务必加强对先祖的防范 必要之时 我们必须是主动的一方 你现在也看到了 要想给这些仙兵神器们洗尘哪 那得有多难呦 我还以为四兵殿难对付的是福尘你 但我没想到竟然是他们 你这里的一些仙兵 都已经修炼出了仙石了 很爱胡闹的 我可做不了主 可是 福尘叔 你带这个外人进来 是干吗的 这还用问吗 又是来逼我们洗尘的 海虚哥 你说怎么办 不洗 不洗 就不洗 胖胖的叫做宝葫芦 宝葫芦 这个女娃娃叫做灭刹弩 灭刹弩 那个那个 是太虚刃 人家可一点都不虚 他们仨就是这里最难管的了 我是阿姨 我来帮 你要是想给他们洗尘哪 你就得 用最笨的方法喽 这门的方法喽 太虚了 喝 喝 最笨的方法 喽 偈 哇 哇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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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去洗衬好不好 你听话 好玩 好玩 真好玩 硬爽啊 小心 来 阿音 你没事吧 叶爽 你怎么来了 我现在是四冰殿掌店 当然要来了 掌店 你 如假包换 扶尘参见掌店 以后你们都要乖乖听话洗尘 如若不然 我作为掌店 可是有权利把你们融了做成马灯的 别吓唬人了 我们 我们可是天兵仙气 谁敢容我们 要不你试试 先生 我能不能问问你们 为什么不爱洗尘啊 洗尘 洗尘很疼啊 很疼 很疼 好 好 那我向你们保证 我给你们洗尘 肯定不疼 而且会很舒服 怎么样 保护路 不疼吧 不疼不疼 非常舒服 太虚大哥 你们要不要进来试试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确实很舒服 不试试吗 这日头 打西班出来了 之前给你们洗尘的 用的是打磨精气的熔金岩浆 所以你们自然就会疼了 今日我换成了灵力 你们就不会疼了 既能够除尘 还能够松筋疏骨 养护锋刃 舒服吧 副尘 这么舒服你不要试试 那我也试试 准备好了吗 阿姨 还是你有办法呀 还好你来得及时 我可要被他们给折磨死吧 对了 你还没说 你怎么会到私兵殿来当掌垫的 不是说好了以后 彼此照应吗 我听说你来了这私兵殿 便抽空去打了几家 就把这掌殿给赢回来了 你真好 怎么样 舒服吧 好舒服 你要一直留在私兵殿里吗 你要一直留下的话 我以后一定乖乖洗尘 不管我再在私兵殿 只要你们需要洗尘的时候 我都会帮忙的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朋友 你 不当我们只是杀戮之气 杀戮之气 我 你们有神识 跟我一样有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做朋友啊 阿音说得好 帝君 你怎么来了 灵谣大会如此重要 这私兵殿的洗尘啊 就不能带满 我过来看看 这里是否一些正常 没想到 如此井然有序 帝君大可放心 通过这次相识 我发现阿音 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君 她脑子灵心地好 也很会与人相处 有她在私兵殿以后 可以走向正轨了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 属下门先告退了 那我们先告退了 走吧 走 上次白鸟岛一别 只觉得安音伶俐 艳爽直爽 没想到这做起事来 也都颇有能力 这私兵殿交给你们二人 果然不负所托呀 上次一见蓝风帝君 还以为 围风凛凛 一护百应 没想到 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一遍 也是很辛苦的 这天宫自然辛苦 可是 阿音女君 为何执意要来天宫 阿音想要升到五品 得到开辟洞府的权利 这大则山 洞天福地灵气充沛 阿音为何要自己 开洞匹府啊 我也想有个家嘛 阿音说得是 阿音如此相近 五品官街指日可待 到时候千万不要忘了 请我们大家 去你的洞府 吃一集开宴酒啊 舒儿 你怎么来了 我有一事不明 特来向帝君打听 是为了华眼的事吧 帝君此前已经答应 让华眼做私兵殿掌垫 为何突然着生了 鹰岛的艳术 我说华眼可以做 私兵殿的掌垫 是因为你跟我说 他已经将 屡折的公积录中的 公积坐满了 可他分明已经坐满了 你看看吧 这是华眼的公积录 乍一看上去 确实是坐满了 但是我拿着这些公积录 去求证 却发现大半都是冒灵篡改的 舒儿 华眼这么做 已经违反了天宫的律法 所以我只能将 他的申请先撤下 免得升职不冲 反受责防 华眼这么做确实不对 可你亲自拿着他的公积录 去逐医求证 是 若华眼不是我兄长 帝君是不是就不会 如此修着不放呢 舒儿 你别误会 我并非有意针对 只是华眼是你举荐的 而你又入主思路殿 我自然要为你的生育 多加考量 可若帝君不亲自去查 根本就没人知道 舒儿 做事该问心无愧 而不是做给人看 那燕爽又是怎么回事 他昨日刚入天宫 怎么今日就能长殿 他的宫记录就没问题吗 燕爽未入天宫之时 早在北海多有剑术 昨日他一入宫 便马不停蹄 一连做下十余级攻击 凑足了攻击人 今日他当上掌殿 私兵殿却因 他与阿音的打理 变得井然有序 这般努力赤诚之人 天空怎能不露用呢 看来在帝君眼中 白鸟岛果然比不上印岛 那话说不打扰帝君 舒儿 你还不露用 你说红妹长老的伤口 像是还刃所伤 不错 可如此厉害的还刃 三界内我只想到了 寄灭轮 我方才在妖界没有严明 就是怕姑姑多想 而寄灭轮 现在锁在天宫密库内 若非三界内 有类似寄灭轮的兵器存在 那就是有人拿走了寄灭轮 并杀了红妹 夫妻 跟你说正是呢 你在私兵殿里 见过的兵人多 你觉得呢 桓瑞 桓瑞 这桓瑞 我也不太了解 这桓瑞本来就稀少 我也很少见哪 这回我帮不上 你们什么忙了啊 不过 你们要是怀疑 是纪美轮的话 那想办法去看上一看 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纪美轮在天宫密库 结界极其强大 谁能进得去啊 不论是谁 我都要抓住 杀死红妹的凶手 谁也不能轻易 翻到我狐足头上 我都要跟你练一批 我吞金在私兵殿 我踩到我了 你怎样